澎湖是海龟的故乡 县府洗手水事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今天在十里沙滩也放八只保育类绿细龟 三只待命 重新回到大海 上百位民众目送祝福 见证生态保育的重要性 澎湖长期致力于海洋生态保育工作 农委会水产试验所澎湖海洋生态研究中心 于1977年成立台湾第一处海龟收容中心 迄近20多年已经救护收容533只 濒临绝种的保育类海龟 配合潮汐 今天中午选定十里沙滩也放八只绿细细龟 三只待命 其中一只还是暖窝中未爬出的幼龟 以人工挖掘后救出来的 在活动当中 县长、议长及各界代表都出席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并且一同也放这11只救护后的海龟 我们这次有八只的绿细龟 有三只的待命 这几十一只都是受伤的海龟 那经由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渔民 还有我们海巡署 大家共同的去把它协行上来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 把它修复 把它健康了 然后我们就今天 就有今天这么好的天气 在这么棒的一个沙滩 把它回归放回到他们的大海 然后我们也期盼说 在多年以后 我们也期盼说这11只海龟 能够结伴再游回来到澎湖来 世界海龟日就是6月16号就今天 那么今天我们要放11只 对不对 11只有8只是什么 一细龟 3只是什么 待命 你们都很厉害了 放海龟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要宣扬保育 好不好 让我们海洋这个妈妈 生生不息 今天最主要的意义在这边 那我们呢 感谢暗巡跟我们的移民乡亲 先发现了 发现这11只 但是是受伤的 受伤了我们经过 这个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就是谢主任 谢阳医主任他们的细心照顾 所以呢 评估今天可以回归大海 回到他们的海的一个故乡 彭武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表示 每一只野方海龟的左右后肢 都各安置一个标示牌 并为日后追踪进行调查研究 野方活动也邀请到十里国小 及峰贵国小师生一同参与 大伙围绕着海龟们 缓缓爬向大海 不断地加油打气 祝福一路平安 游回大海的家 记者 陈荣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